靠一己之力端掉了整个家族 江西的周公子是个恨人 前几天啊 江西周公子的朋友圈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关注 老乔不一一赘述了 让人感到好笑的时候 别人都坑爹 周公子直接坑掉了整个家族 不过老乔还是希望像这样的公子哥多来一些 正好借助这些人的力量 把隐藏在体制内国企央起的蛛虫们给巴拉巴拉 我相信啊 全国人民都会感谢他们的 这两天呢 网络上也流传着一句很现实的话 人人都骂周公子 人人都想成为周公子 人人都表扬二舅 但大家却都不想成为二舅 这句话雪中带刺 讽刺而又伤感 无数的小镇做题 加为了那可怜的几个同伴 日夜苦读的时候 有些公子哥却在纸醉金迷 穷奢己欲 或许正是周公子认清了现实 所以他才发出了那句 震朔古今且极富哲学光辉的千古名言 最大的公平就是不公平 当然随着事件的不断发酵 相关部门的调查结果也随之公布 忠心思想就是 你们别听他瞎说 他就喜欢吹牛 老乔认为一个人吹牛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满足虚荣心 一种是拥有自信心 而我们根据通报明显可以判断出 周公子属于自信心爆棚的那种 首先从家庭地位而言 父母博书全在位置上 想想看 整个家族能混到这样的程度 光靠小镇做题家那种努力 是绝不可能的 这背后有没有先人的庇佑啊 其次从家庭财富而言 这位公子哥绝对也有炫耀的资本 从官方通报的文件当中 我们大概可以知道啊 周公子和他的父母名下 共计住房六套 你听一听 六套房子 南昌的房价啥价位啊 这么大笔钱 哪来的呢 去公告显示 周公子的父亲就是个四级调研员 母亲也就是一国企 分公司的副总 老两狗就是不吃不喝 整四套房子都困难 更别说还要养这么一个四脚 吞金兽的儿子 难不成老两口的工资比那个中金公司的普通的交易员的工资还要高吗 这些不合理的背后有啥秘密没有呢 另外一个问题 据说这位周公子发的朋友圈是进行过设置的 他的父母都看不到这样的朋友圈 从周公子被爆料的朋友圈 我们可以知道这种行为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了 在朋友圈作死这么久 二老竟然没能发现 我想大家也应该明白一个道理 屁股有始别乱逛 熏自己没关系 凑着别人就不好了 而周公子带着有始的屁股 招摇过世 由此可见 坑爹的老子养出坑爹的儿子 这话一点都不讲 那么问题来了 大家为什么对周公子的事情这么敏感呢 原因很简单 周公子的做法不是在刷新大家的底线 而是在挑战大家的底线 第一 特权问题 当无数的小镇做题 夹在苦壁的内卷的时候 周公子却能在本该奋斗的年纪 享受着奢靡的生活 这里面有没有特权的使用呢 有人会说周公子优秀啊 努力啊 成的吗 反正我从这弱智的行为当中 根本看不出他优秀在哪 不过话说回来 他坑爹倒是蛮努力的 第二 特殊问题 我们常说别人咋样 就你特殊 回头看周公子 当大家都在面临着每月 还车贷房贷信用卡的时候 有的人却在敏感的时间 敏感的身份 敏感的地位上干着敏感的事情 所有的敏感汇集在了一块儿 就成了特殊 凭啥你可以 第三 特别问题 20万一斤的茶叶 这是啥档次啊 虽然最后官方也出来澄清了 也只是6800元一斤 这个价钱虽然大不如前者 但你想想看 哪类大仙平日里会消费着 6800元一斤的茶叶 还有那个极其罕见的蓝地群 这些特别的问题 有没有反映出很特别的事情呢 我想 每个人心里都有答案 当然造成今天的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老乔认为是教育的问题呀 俗话说 龙生龙 风生风 老鼠的儿子会打动啊 按照我们掌握的相关信息 周公子的父母就算不是人中龙凤 最起码也不会插到哪里去呀 可是到儿子这儿呢 连严松严实藩都分不清楚 另外再从他奢迷无度 炫耀成风的朋友圈可以看出 这位周公子受的教育水平 还不如当年受的胎教水平高 所以周公子可怜嘛 可怜 他可怜到只能用所谓的炫耀 来满足他内心的空虚 当然他也不可怜 这样的行事作风啊 就注定了他的结局 当然被他顺利带到那些坑里的人 就更不可怜了 要知道啊 蜜蜂配花朵 苍蝇找厕所 人以类聚 物以群分 好了 今天这节目就录到这里 我是老乔 记得点赞关注 收藏专发 收藏专发 收藏专发